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今天早上有一段经文 祂说神就是那光 在祂绝无黑暗 所以主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祷告 主祢就是那光 在祢绝无黑暗 当我们这礼拜 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 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现在可能有不一样的心情 但主我们就来到祢的面前说 我们定义要来敬拜祢 我们定义要来敬畏祢 我们定义要来赞美祢 所以我们一起来敬拜祂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那战胜求敌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爱的神犹豫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那战胜求敌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爱的神犹豫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那战胜求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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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去怕那战胜求敌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爱的神犹豫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那战胜求敌 有主在我里面 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 定明信上一些各有能力 我不输这世界 我告知耶稣的命 我宣告在我里面 有我宣有留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站立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地里面 满有平安 生命全员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主在我里面 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 定明信上一千更有能力 我不输这世界 我不输这世界 我告知耶稣的命 我宣告在我里面 有我宣告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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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幻ya宣告在我宣告在我宣告在我冬远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害得生忧郁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 有主在我里面 在战胜告中就在了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害得生忧郁 我先刚在我里面定 彼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不输这世界 我告知耶稣的命 我先刚在我里面 有 我先刚在我里面 有主在我里面 还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证明 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证明 有耶稣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证明 祝我们用拍掌来感谢祢 感谢祢是信实的神 感谢祢是使我们当场的神 感谢祢是我们力量的神 所以主祢是我们盼望当中 唯一的力量 祢说 等候祢的 必不值羞愧 祢说我们要盼望祢力量的 必不值失望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对祢的赞美 对祢的呐喊 除了你在天上有谁 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 只能 guardians悲到 Nicole 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 只能能保险你 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 除了你在天上有谁 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 除了你在地上有谁 虽然有时候陌生心脏弱 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 深圳是我 The leader 深圳是我 The leader 深圳是我 The leader 我的福分都永远 深圳是我 The leader 深圳是我 The leader 深圳是我 The leader 我的福分都永远 都永远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的福分是直到永远 今天早上你好像你的信实 要来盖章给我们知道 你的力量是直到永远的神 我们感谢你 一起来 虽然有时候陌生心软弱 再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 虽然有时候 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 再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 圣圣片 祂永远 可吞吃的猎物的时候 当仇敌 不断的偷窃杀害 毁坏我们的时候 你的盖章 你的应许说 犹大的狮子 已经为我们得胜 你的应许告诉我们 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 所以主在今天早上 我们要对你说 我们就是你的儿女 在今天早上 天父的儿女聚集在这里 我们要发出 对你敬畏的敬拜 对你敬畏的敬畏 我的教室坊 我的教室坊 你敬畏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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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拥抱我 你敬畏的敬拜 你敬畔的爱 你將大海分開讓我能穿越 完美的爱淹没空去 你拯救我让我们心情流畅 因为你是我天赋 你长大还分开让我们穿越 完美的爱淹没空去 你拯救我让我们心情流畅 因为你是我天赋 我不再被恐惧不已 因为你是我天赋 我不再被恐惧不已 因为你是我天赋 你拯救我 你爱的旋律 释放我生命 你爱思念和让我 曾对人受伤 你拯救了我 只怕重得自由 你爱的旋律 你爱的旋律 释放我生命 释放我生命 你爱思念和让我 从敌人受救 你拯救了我 我拯救我 只怕重得自由 你爱的旋律 你爱的旋律 我不再被恐懼 都依依 拼你是我天父 错过幕府中 你签选了我 你暗不暖莫名 我重生得久 进入你家中 保险犹如我生命 我不再被恐懼 你暗不暖莫名 你暗不暖莫名 我不再被恐懼 你暗不暖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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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你的话语说 你在地上 我们在地上 捆绑什么 我们在地上 释放什么 只要我们奉你的名 来祷告 你就在天上 为我们释放 为我们捆绑 主三今天早上 我们要在这里 奉耶稣的名宣告 那些恐惧 那些拦阻我们敬拜你的 那些让我们没有办法 更多亲近你的 主你都要一概封住 你捆绑那些拦阻 你捆绑仇你的作为 主你释放更多 自由的灵造当中 你的话语说 你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以自由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渴慕 你来释放更多自由的灵造当中 你来捆绑一些恐惧 捆绑一些拦阻 捆绑一些在我们心中疑惑 怀疑的 小心的 祝你亲自来释下 自由的灵造当中 好让我们在惧怕当中 得到完全的自由 你擅长的爱 我得到选择 不用气 你心生的爱 拯救我 你拯救我 天赋的双手 来拥抱我 你打的爱 改变我 反转所有 你将大海奔开 让我能穿越 完美的爱淹没空去 你拯救我 让我的心情歌唱 因你是我天赋 你将大海奔开 让我能穿越 完美的爱淹没空去 你拯救我 让我的心情歌唱 因你是我天赋 你将大海奔开 让我的穿越 完美的爱淹没空去 你拯救我 你拯救我 让我的心情歌唱 你拯救我 你拯救我 让我的心情歌唱 因你是我天赋 如果这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高高的向神 举起我们的手来唱 你将大海奔开 你将大海奔开 让我能穿越 你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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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음 Missing 個人拯救我 ילו她拯救我 Luke Hihihihi Hihihi Hihihi Hil 天父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祷告 这是我们心里面 很深很深的渴望 这是我们渴望 不管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你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做的事情 现在你要做一样的事 当我们面对前面有大海 后面有追兵 我们面对极大的恐惧 极大的挑战 主要说你是得胜的神 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你 你放下这样子的应许 犹大的狮子耶稣已经得胜 所以我们没有在怕的 即便我们里面有害怕 但我们不会成为恐惧的奴役 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可以对你勇敢的说 你是我们的爸爸 我们可以对你说谢谢你爸爸 因为你应许我们 你有丰盛的应许 丰盛的力量 所以在今天早上 我们也要奉你耶稣基督的名 求你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领受你的力量 领受你的话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请坐 今天早晨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其实我来到你们当中 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心情 或者是天父预备的一种气氛 可以这样子说明 是什么呢 就是我认为今天的信息 是为了讲员听的 但是任务是讲员要自己说出来 有点奇怪 就是说今天的信息 好像是优先为了讲员的 但是这个信息 是要从讲员的口自己讲出来的 其实应该说 每一次一个讲员 可以在众人面前 分享或者讲信息 应该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真实感 就是其实讲员要 认真的拥抱他所要说的 才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传达 乃是一个生命的分享 但是今天我特别觉得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要请你们 对齐在这个里面 我站在台上站得比你们高 但是我灵里面是比你们低的 可以接受吗 虽然我可能花了一整星期在预备 其实我来到这里 好像是要被你们服侍一样 可以接受吗 这好像反逻辑的 但是我相信 圣灵的作为 就是可以做这种的步骤出来 所以我 我为什么一开始要这样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 今天好像要设定的一个 属灵的一个 一个 一个对齐 灵里面的一个对齐 是 我还是要付出 我答应顾巴要来到这边 向着你们分享的一个 天国的任务 但是这个任务里面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画面 就是 其实好像我要用我的口 首先向我说话 因为我好像现在最需要听 但是我要用我自己的口说话 但是同时 因为你们愿意听 我相信 圣灵也会在你们生命 来释放 祝福 释放你们所需要的 Amen吗 我们可以一起对齐在这里 我现在站的是很高 因为是一个讲台 但是你们要记得 今天我的心是很 带着一个特别谦卑 希望我每次都是特别谦卑 但是今天我特别感受到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进入 今天的有一些的分享 天父按照 你刚才早晨所感动我的 也是家人们愿意 这样子对齐的 我们欢迎你的圣灵的同在 来在我们当中动工 你要借着我自己的口 说出我应该听的 愿你高谋 你要借着因为 成光教会的家人们 愿意陪伴我来听 我自己要向我说的 你也大大的祝福他们 你也大大的祝福家人们 今天愿你借着家人们的信心 家人们的心向着你打开 家人们对你的一个渴望 跟家人们对我的一个支持 来释放 祝福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为什么会这样子 最近其实我自己在一种的疲累里面 而且我觉得我感受到许多的灵里面的一些压力 所以我灵里面一直在站立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感受到一种的疲累 所以其实我心里面一直在 一直在祷告 一直在寻求 一直在说主 我要怎么继续的站立 我要怎么继续的对勤 也不是什么说很重大的危机 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 有的时候会进入的一个状况 那星期一早晨 就是七天前 我一星期来的时候 我看我的手机 就是一个在德国的一个朋友 因为最近他通知我 他去检查的时候 他身体发现到有癌症 那他又给我了一个报告 说他们去做了一些检查 报告还在等最后的通知 但是他就说 但是这几天我也看到了一个信息 对我很大的帮助 那我就点了那个信息进去 就看到一个美国蛮有名的一个讲员 他讲了一个信息 那个内容其实关于是信任神 或者是在真言第三章 你们要全心仰赖耶和华 你们要全心仰赖耶和华 等一下我们会一起去看那个经文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of your heart 你们要全心仰赖耶和华 记得我现在是向着你们在说 其实优先我是在向着我自己说 少神光 你要记得继续的全心仰赖耶和华 我就被这个信息注意到 我就在默想对 这个是很熟悉的一句话 但是熟悉到真实 还是有个距离的 熟悉跟真的是站在那里面 其实也是有距离的 我相信你们知道 神的话很丰盛的 圣经翻到哪里读一读 都可以读到很多的智慧 很多的神的话语 但是只有在这里的话 还是只是一个知识 熟悉的一个经文 但是当整个在你里面运作 感动你的时候 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全心仰赖耶和华 那才起来泡个咖啡 过不久 手机就一个通知了 因为不只是我的老师 正在找二手车 我的老三的二手车 忽然间坏掉了 然后就一直修不好 然后后来就只好送到 一个原厂的那个修车厂 去修的时候 他的通知终于出来了 我的儿子就通知给我 然后那个数目是1555块 那个二手车只花 大概3000块美金买的 一修就要修超过一半的价钱 按照我这个人的逻辑 因为我是会修车的 我来到台湾没有什么工具 以前在美国 就很喜欢自己动手 按照我的这种个性跟逻辑 我看到那个数目 我会很烦 因为我很不喜欢把钱给 给别人 因为我知道我会做这些东西 我会做的 我会修的 我很不喜欢把钱送给别人 而且美国的那个工费 是很贵的 但是很奇妙 那天我一看到这个数目的时候 我发现到 我没有那个平常的那种反应 我没有那个复杂 我没有那个烦恼 我没有说卡在那边 说怎么办 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花这个钱修 反而当时我一看的时候 我相信也是因为早晨 点进那个信息 我就开始在想要全心 仰赖耶和华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恩典 因为我知道我的个性 是什么样子的个性的 我知道我的逻辑会怎么跑的 但是一看到那个数目 反而没有说不得了 花一半的价钱去修这个车子 反而里面就说 是1555 好像我觉得天父在跟我说 优先一 优先第一件事情 看下去有三个五 五是代表恩典 你要知道有恩典 有恩典 有恩典 所以好像一个预防针就 我没有要求的预防针 就先打进去了 所以在那个数目里面 我马上就说 好 没事啊 反正就是要修 那这样子的其实蛮大一笔钱 快六万块台币 但是我就说 反正这就是神应许的 神预备的 我就答应了 答应完 我自己再过这两个小 以下两个小时 其实我自己在里面说 其实奇怪 我会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 因为按照我的聪明智慧 按照我的逻辑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同时我也很开心 因为就好像度过了 平常我会进入到的一个复杂 决定不出来 因为鬼啊 那只不修 又没有车子 修又怎么样 当我在默想这个的时候 我里面就有一个领寿 说 你不是在求问我说 周末要去晨光 说要分享什么主题吗 这个就是你的主题了 全心仰赖耶和华的这个主题 但是我今天发现 其实他主要是要我自己 分享给我自己听 然后让晨光教会 可以一起参与在这个 分享跟默想里面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得着 但是我真的觉得 今天是要带着一个前辈的心 说我这位牧师 我这位讲员 很需要更深的 加强的 在这句话的真实 跟生命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到我的灵修生活里面 真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大声的来 一二三 好 我们再来一次 你要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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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必什么 他必指引你的路 He will make your pastry 很简单的两句话 但是这两句话 好像形容到 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定位 或者我们可以说内心 真正的我们 外面的我们只是人家看到 身高一百八十一左右 头发很短 面孔看起来像汉人 华人一样 这就是这样子 表面可能我们有我们的个性等等的 但是这句话 它其实在让我们去看到 或者去注意到 我们的内心 我们里面 可以说我们的OS 我这个手机有个OS 有什么OS 你的手机也只能按照OS 去发挥它的功能 对不对 你OS不换 它就会继续发挥原来的功能 但你OS一升等 就有新的功能会发挥出来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去想 去注意到底我们里面 我们的OS要怎么设定 所以这句话比较软 的一种力道 可以说是一个劝勉 你们要专心依赖耶和华 不要 不要 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如果这个力道强一点 我觉得 我自己 圣灵要发展的力道 是强一点的 是一个命令 一个command 少神光 你要专心 依赖耶和华 不要一直靠你自己的聪明智慧 不晓得你们当中 今天觉得神的灵 正在用这句话 是用软的力道 还是比较强的力道 你们自己可以去感觉 感觉到那个力道的时候 就鼓励你们 按照你感受到 圣灵正在用的力道 打开你的心门 来欢迎他的工作 OK 你们要专心 仰赖是不是 专心仰赖耶和华 文文里面 这个仰赖 trust 英文叫做trust 信任 他的一个意思就是 劝你们 把你们生命的自信 培养在 耶和华那里 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可以用这样子的 一个说明是说 我要劝勉你们 或者我要命令你们 注意 把你们生命的自信 建立 培养在耶和华那里 OK 所以专心 中文的专心 英文是 trust in the Lord all of your heart 其实就是讲到 真正的你 你的思想 你的意志 你的情感 真正的你 里面的那个 生命的OS 愿不愿意把生命的OS 定位在 建立 你生命的自信 在耶和华那里 然后呢 同时 不要倚靠 你自己的聪明智慧 他是用两个 希伯来的生智 来表达这个 劝勉或者命令的 不要 要专心 依赖 不要 继续的靠 你的聪明的智慧 OK 所以不要靠 聪明智慧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不要继续的靠着 你的聪明的智慧 不要继续的 就停留 在那个聪明智慧那里 英文其实是 Lean 就是靠着 有时候累的时候 身体靠在墙上 好像会 有一点小休息的感觉 不要继续就停在 这个知识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们本来的知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说 那种概念就是 不要继续的 所以劝勉 来开始培养 你的自信 你生命的自信 用你的全心 专心的去培养 你的自信 愿不愿意 这其实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决定 愿不愿意 来 培养这样子的自信 但是你如果愿意 要培养的话 你要注意 因为你原来的知识 其实是 靠在你自己的 聪明智慧里面的 认不认同 认不认同 你觉得 我们的生命中 最自然的知识 本来的知识 就是这样子 不要依靠 自己的聪明智慧 聪明智慧 从哪里来的 从学业得到 很多聪明智慧 知识 聪明智慧 生命的经历 也让我们得到 很多在经历中 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所了解的 我们所学习的 甚至于 我们所结论的 这些都是在 聪明智慧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身边 比较对我们 有影响力的一些人 有的时候是 父母家人 有的时候是 我们的老师 老板 牧师等等的 对不对 这些的人 在我们生命中 会提供给我们 很多的聪明智慧 社会 文化 自己的想法 如果是偏比较那种 会想东西的 好像你是一种 哲学家的一种思维 你会想很多东西 你会做很多的结论 这些都是聪明智慧 甚至于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 人类的历史时间点 知识 聪明智慧 是没有缺乏的 靠着这一个小工具 你什么东西 都可以去了解的 现在 这一两年 哇 AI 你根本都不用想了 你问AI这个问题 你照着AI做 其实很不错 你知道 一个牧师 现在的生活 可以很轻松 我如果昨天晚上 到AI的平台上 说今天我想讲一个 真言三章五到六节的 一个经文 而且我要带着一个 很谦卑的心态 好像我在这方面上 很软弱 这个讲章要怎么写 他会帮你写出来 今天我只要待到台上 假装很热情 一直在偷看 你就以为 我很有一个恩高 可以讲出一个 我们现在是 真的是活在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里面 聪明智慧 想法 是不缺乏的 而且 很容易可以得得到 所以这句话 很有挑战 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要 自己一直靠着你的聪明 其实真实的 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最阻挡这个的 就是我的聪明智慧 我自己的聪明 我知道很多 我很有经历 我很有看法 我很有学问 我很有成就 这些很多都是累积在 自己的聪明智慧里面 不容易 人类所有的聪明智慧 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好 但是 很坦白 你如果 我自己看我的生命 就是说 当我去想说 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 觉得最阻挡的 就是我的聪明智慧 为什么 因为我的聪明智慧 会产生出不信 不愿意信他 不愿意信任他 我是在讲我 你如果认同 你自己决定 这是很真实的 其实圣经里面 也有一些例子 我提一个一些 比较高难度的例子 你们记得吗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 我要给你一个应许的儿子 但是亚伯拉罕要面对到的是 但是我这个年长的妻子 他的母妇 怀不了孕 然后耶和华说 但是这是我的应许 我要做 但是他一年一年 一直在等 等到最后 他自己的聪明智慧 就跳出来了 他就想个办法 好了 你的应许 那我就去帮忙你的应许 就生出了一个以示玛利 聪不聪明 也算蛮聪明的 帮神 帮神 完成了应许 但是后来他发现 这不是耶和华要的步骤 还有新约圣经里面 耶稣在那边讲到 哇 他的特会很大 很多人在那边听他讲到 结果门徒们就说怎么办 大家肚子饿了 我们只有五饼二鱼 所以按照他们自己的 看法 我觉得我们都很赞成 我们都很认同 当下的门徒的 我相信那一天 很少人会说 门徒啊 你们想错 大家都会觉得有那个压力 两条鱼 五块饼 至少四五千人的一个环境 特会 这怎么喂的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聪明智慧里面 他们有个结论 但是当时 耶稣 耶稣 其实是有另外一个看见 做个祷告 开始分这些食物 所以是 有一个很真实的挑战的 专心仰赖他 不要 不要 很习惯的 停留在你原来 会很自然 设定的一个心内的知识 靠你自己的聪明智慧 我自己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在看我自己生命在这个方面上 是有很真实的挑战跟拉扯的时候 我真的发现到 聪明智慧在人类当中 是很厉害 你看到人的聪明智慧 发展到现代的我们的社会 我们聚会的时候 哇 有很多这样子的设备 人的聪明智慧 但是为什么神还会挑战我们这句话 为什么他还是要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 甚至于在灵里面有所要命令 让你可以反省 因为人的聪明智慧 再怎么厉害 再怎么发展 第一 他还是有限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 我们聪明的智慧是有限的 除非我们面对到个人的危机 没有危机的时候 你还是会回到那个知识 但是这句话不是说 在危机中你们要仰赖耶和华 它是说在一切你所做的 对不对 要认定他 所以是讲到一个生活方式 一个生活化的 危机的时候去找神 连不信徒都会做得出这种事的 感谢主 危机会推动一个人心 转向神或者是回想转向神 但是这句话不是在讲危机的部分 这句话是在讲你生命平常的一个知识 小心不要一直就是这样子靠着 因为其实你需要去发展的是 专心仰赖耶和华 用你的心去培养出你生命里面的自信 是扎根在耶和华 不是扎根在你的聪明智慧里面 聪明智慧是有限的 但是其实聪明智慧 人当中的聪明智慧 一个主要的来源 其实是分辨善恶数的 人类历史从一开始 亚当夏娃的时候 他们就受到一个挑战 欺骗者 试探者 我们称呼他是魔鬼 撒旦仇敌 出现在人类当中 跟人类在互动的时候 他就提供给人类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说 其实创造你的这位天父 或者耶和华 他所安排 他所设定出来的生活 你的生活 不是最好的 他 耶和华其实有保留 他没有把最好的给你 他没有把最好的给你 当夏娃听到这个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一个挑战 你可以信任 耶和华创造你的那位 还是你要开始信任 这个在跟你对话的这个蛇 圣经里面说蛇 仇敌 人类在这个 还有他又提供了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 就是因为 创造你的耶和华 没有把最好的 不愿意把最好的给你 所以呢 你如果自己 倚靠你自己 你就可以得到 更好的 因为耶和华如果不想把最好的给你 你就去想个办法 好像你可以得到更好的 或者是最好的 这个就是当时在人类 一开始 活在地上的时候 仇敌就丢了这个挑战 当时人类就 上当了 人类就被这个挑战 可以说欺骗进入到一个心态里面 欺骗进入到一个 他要怎么设定他的生命的方向感 他们就决定 说好 那我想要抓到更好的 而且我觉得说 不相信神所安排的 我自己去想个办法 我会走出更好的 这就是那个基本心态 所以就吃了这个善恶树 记得 这棵树的果子 不是毒树 它不是直接说是毒 它说是善恶树 分辨善恶树 其实听起来是很正面的 你想不想要分辨善恶 是分辨善恶树 不是叫做发病树 不是叫做饿死 树 吃了会饿死的 它是说是分辨善恶树 给你一个功能 可以分辨很多东西的 所以人类吃下去 就很会想 很有聪明智慧的想法 很会做结论 很会去看很多的东西 会分辨来分辨去的 每个人都可以分辨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的 但是这里有个重点 是从他自己的眼光 去分辨的 给你要这个功能 好 我给你这个功能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 因为当下就是在怀疑 这位创造我的 这样子设定我的生活环境 画了一些生活环境里面的界限 当时他说 生命树是你可以吃的 你可以大量的去吃 这个生命树 但是这里有另外一棵 分辨善恶树 不要去吃它 所以当下仇敌带来的一个就是说 其实你不去吃的话 你是会缺乏更好的 他要你按照他的步骤 去活 但是其实你按照你自己的步骤 去活会更厉害 仇敌跟人类说 好 善恶树吃下去 果然 果然人类就很聪明 很有自己的聪明 很有自己的智慧 很有自己的看法 对不对 你现在随便找几个人做 提一个比较 比较有 怎么讲 比较 中文我完全想 比较会 我连英文都想不出来了 现在 argument debate 比较有竞争 竞争的一种主题 你找五个人 大家都有大家的想法 而且有的时候会讲到 情绪都出来了 更严重还会打架了 你说我们的分辨 散烈树强不强 强 这个功能强 OK 人类也发明了很多 发展了很多东西 都是可以说 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 带我们很多的好处 但是呢 我还是要让你们去想一件事情 分辨善恶树 它在我们生命 给我们的 厉害 给我们的能力 但是耶和华说 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 吃下去会有一个后果 神的话称呼是死亡 你可以得到 你以为得到的能力 但是其实它的根源 它最大的一个后果 是会产生死亡 关系上的死亡 经历上的死亡 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会越来越死去 你经历到耶和华的同在跟作为 也会越来越死去 这个就是当时 耶和华说 不要吃这个树 因为这个树 可能看起来可以提供给你 很多 你以为好的 但是有一个后果 你是跑不掉的 是死亡 你跟我的关系 会进入到一个死亡 你对我的信任 会进入到一个死亡 那更进一步 你跟我的国度 你跟我的永恒 也会进入到一个死亡 这个就是 人自己的聪明智慧 不只是有限 其实是危险 有限 有的时候真的也不自己 不会发觉到 危险这部分 很多时候 我们也自己不发觉到的 我可以这样说 因为 我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 我是很会解决问题的 我觉得我很有逻辑的 我以前是物理系毕业的 我很喜欢科学 我就是 反正我的脑袋是很会想的 所以我会累积很多知识 我会去找到很多 聪明智慧的看法 但是这句话就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因为仰赖耶和华 如果不是 我生命的优先 的核心 我的聪明智慧 会带我进入 死亡 我跟神的关系的死亡 我经历他的死亡 我对他的国度 的明白 的一种死亡 这个就是我个人要面对的 下一句说在 一切所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 第六节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唯一你在上一节的那个劝勉 或者命令里面 你有个清楚的结论 你很难在一切事情上 会认定他的 明白我在说什么 就是要去面对专心 仰赖耶和华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这个的拉扯里面 必定要 一直不住的去决定 我到底要怎么设定 我内心的方向感 不然的话 在一切事情上 要认定他 是 会不清不楚的 一下这样子 一下那样子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只是一个 得救的一个事情 你可以觉知 甚至于你可以受洗 归到耶稣基督里 进入到神国的家庭 但是你从受洗的第二天 你要开始怎么活 还是一个个人要做的决定 所以这比 对我来讲 是比得救 跟受洗 还更深一步的决定 既然我在基督里 都拥抱他的救恩 我也愿意受洗 归到他的家 正式的归到他里面 接着受洗的这样子 一个步骤 那我是不是 愿意去看中 继续的去看中 专心仰赖耶和华 如果是的话 在一切事上认定他 这个就是可以走的一条路 这就可以培养出的 英文圣经说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认定 原文 它是亚大 不晓得有没有人 对希伯来原文 有一些的概念 亚大 亚大 有的其他的 英文版的圣经 它是翻译 know him acknowledge 认定 acknowledge 就是说 今天关义在我们当中 acknowledge 就好像认出他 但是亚大 是knowing 认识他 经历他 亚大这句话的认识 是有深度的 是有关系里面的认识 不是只是我们常常对一些名人 你知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个名人 可能你可以说认识 但是你的认识你只是知道他的一些细节 你可能没有跟他沟通过 你没有跟他生活过 这种的认识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表面知识的认识 亚大 是一个有关系 有深度的关系 有亲密的关系的一个认识 甚至于在旧约亚大 一直到新约亚大的希腊文的一个翻译 其实常常就是预表到那个深度 是夫妻里面结婚以后 二人成为一体的这种人世的深度 所以好像就是在一切你所做的 你愿不愿意决定 可以在一切所做的里面 与耶和华跟神有这样子那么亲密度的连结 在一切所做的 虽然你可以靠着很自然的聪明智慧 去回应你生活很多的画面 很多的情况 但是在一切所做的亚大 耶和华 在一切你要做的事情 亚大 这是一个决定 这是一个心态 这是一个里面你要怎么设定 你怎么生活的一个主要方向感 主要的兴趣 主要的专注力 在一切所做的亚大他 好像欢迎他参与进来 在你所做的里面可以经历他 这是生活 这是生活的一个邀请 在一切所做的 认定他亚大 不要分什么是属灵 什么是不属灵 你跟我的生命 只要你在基督里 全部都是属灵 准许我说 你在上厕所的时候 也是很属灵的 因为你是属灵人 有的时候我们是 用一个行为去预表 什么是属灵不属灵 现在站在讲台上很属灵 带敬拜很属灵 但是早晨起来口臭 头发乱乱的 你看着那个镜子 你正在很属灵 因为你是属灵人 所以是一个生活化的 把打破那个什么属灵不属灵的 不是只是灵修的时候 才很专注 提供给你们 在生活化里面 在一个很简单的一些 生活化的 所做的事情里面 早晨起来 你去到衣柜 要穿衣服的时候 亚大 耶和华 认识他 他不是一个霸道的神 说一定要规定 你每天要穿什么 但是他是一个 关系导向的一位神 你在选衣服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参与在这个里面 你在选衣服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 发展一个 亚大耶和华的一个心态 不是说早晨起来 等一下 我灵修的时候 我再来见你的面 我先去刷牙 穿衣服 穿完了 好 主我来了 也可以 但是 他说 在一切所做的 亚大 主啊 今天是一个新的日子 衣柜里面 有你供应给我的衣服 你觉得哪一件 你觉得哪一件 不是一个压力 是一个开放你的生命 可能有的时候 天父会真的说 今天特别穿这一件 你可能说 这个不太好看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这样说 专心仰赖他 不要倚靠你自己聪明智慧 你不晓得 可能他就会借着 他当时给你一个特别的感动 因为你愿意亚大他 你穿了一个衣服 他借着这件衣服 可以做奇妙的事情 这个不是开玩笑 这是real 我自己很想在 冲热水找的时候 我就站在那里 我尽量不要自己 胡思乱想 我就在那个 很安全 很自然 很舒服的一个空间 我常常就是开放 愿意开放 亚大 亚大耶和华 你不需要洗澡 我需要洗澡 但是你可以在这里 参与在我冲澡里面 常常在冲澡的时候 他就把很多 他的看法跟想法 让我可以对比 我自己的想法 跟他的想法的不一样 而且给我一个机会 你愿不愿意 做一个神圣的交换 放下你的聪明智慧 拥抱我的看法 在一个生命的 很简单的生活的步骤里面 没有什么压力的时候 是最好的机会去培养压的 好叫你碰到比较重要的 甚至于严重的危机的时候 这条路已经是存在的 这个关系已经是存在的 再次说 不要等到危机的时候 才去拼老命的寻求 那个时候压力很大 在很简单 很生活化的时候 有一次我记得 我就在想这件事 这几天在想这件事情 我就记得多年前 就在IHOP那里 金贤慕师在的地方 我们那个祷告店的同工 都有一种习惯 一大早不吃早饭 就去买咖啡 因为我们常常很早去祷告店 那个肚子都还没开始饿 但是很累需要咖啡 所以就变成早饭 就是一杯咖啡的这种文化 有一天我就是 就在跟一堆人排队 要去买咖啡了 但是当时我就忽然间 就有一个里面就一个注意力说 我要亚大耶和华 在买咖啡的这个过程中 买咖啡谁会去想说 要仰赖耶和华 除非你口袋没有钱 所以你晓得这是一个决定 It's a decision 你要怎么设定 你的里面的OS 特别就是在那个 你平常不会去想要仰赖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聪明智慧在 你的自己的聪明智慧在 买一杯咖啡有什么难 口袋里面够不够钱 够想不想要买 想 爱喝什么就订 把这个订单下来 过几分钟就有一杯 你想要喝的咖啡 有什么好仰赖的 真的 但是仰赖 是第一是关系 而且第二仰赖 是你可以得到超越你自己聪明智慧的 所以当时我就 忽然间我就 从要排队 我就先站在一边 天父我每天都在买咖啡 我都已经想都不想 但是我现在就做个决定 我按暂停 在我的生命的步骤里面 今天我想买咖啡 但是我想跟你讨论一下 你有什么看法 我有没有习惯性 一直花钱花钱 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跟他对话 就亚大 在对话中 对话到最后 也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反对 他OK 但是有对话跟没有对话 不一样 就是我按照我的聪明智慧 去做一件事情 或者是我借着聪明智慧 跟亚大他一起去买咖啡的 听得懂吗 好了 站了五分钟 几分钟以后 就回到排队 那当然人群又不一样了 我就站在那里 我就说 真的很不错 这种小细节 可以跟天父这样子互动 其实还没喝到咖啡 就已经很得到祝福了 然后就在那边排队 那快排到的时候 前面一个人 不晓得为什么 就转头回来 就叫了我的名字 其实我跟他不熟 Jazz 他认识我不太认识他 你好你好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介绍一下 后来就基本上打一些招呼 聊聊天 一排到他的时候 他就订他的咖啡 订完了他说 后面那个人要什么 我也付钱 这件事情就连续发生两次 隔天还是过几天 我又有一次的时候 也是一样 重点不是 我有贫穷的灵 不想花那个一百多块 去买杯咖啡 虽然可以省到这个钱 我也很高兴 重点是 可以尝试到 依赖耶和华 跟只是靠我自己的聪明智慧 都不一样 我可以更进一步的走在 在一切所做的 认定他 我特别只是分享 那个通常我们可能不会 那么自然去想的 特别就是在这种小细节里面 这种平常 干嘛还要麻烦他 他在管宇宙 非洲现在多少孩子在饿死 这边有暴风 那边有火灾 那边有地震 一杯咖啡去跟他说 有什么好说的 你会买咖啡就去买了吗 没错也可以 但是我要回到这句话 在一切所做的 你可以认定他 我自己受到很大的鼓励 因为我知道这个信息是在 优先是在提醒我自己 明白吗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因为我们在生命中 很多时候会碰到一些 比较有压力的状况跟决定 有的时候会碰到极大的危机 特别在极大的危机的时候 你就会忽然间面对到 我的聪明智慧其实不够 或者是我的聪明智慧 没有办法给我这个自信 其实我们的生命都很想要得到 一种生活的自信 所以耶和华 他的救恩 不只是拯救我们脱离 最带来的挟制跟审判 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救恩来到我们 我们的生命跟身份有一个改变 我们就变成是 属于耶稣基督里的 属于神国的 我们就占尽到 天父所爱的儿女的生命中 他这样子拯救我们 让我们可以一个 很极大的身份的交换改变 是为了 可以跟我们有一个深度的关系 导向的生活 但是他又知道 人类很早就吃了一大口 善恶素 然后就继续吃完了 就教下一代也吃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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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神的也会犯这个错 不敬畏神的 根本都不会去想 这个是对还是错 所以人类是活在 善恶素的后果里面 人类是活在 善恶素的OS里面 而为什么这个力量那么大 因为你四周围看 都大部分 除非你是在浓缩在一个 一个敬畏神的教会 你走到路上 都是在依靠自己 或者是依靠自己 所建立的偶像 因为经文里面 特别耶利米苏 旧约这些部分 耶和华常常说 你们为什么那么愚昧 你们吃了善恶素 你们看见 你看得出来吗 自己拿一块木头 把它叼成一个像 然后宣告他是神 然后在那边跪拜 好像是在拜一个什么 很厉害的神 但是其实是在拜 自己的哲学想法 或者自己的宗教想法 所以我们 就是活在这样子的 一个环境里面 真的需要提醒 不管是比较温柔版的 我要劝勉你 或者是比较厉害版的 少神光 回到这个重点里面 少神光 对齐在这个重点里 这个命令是对你好的 很多时候 因为在危机中 或者是一些 比较重大的决定 耶和华的看法 耶和华的智慧 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我们 很习惯是在这个姿势 这个就是代表 我自己的聪明智慧 很习惯很习惯 瞬间 要一个 这样子 依赖他 不会那么自然的 越紧张的时候 你越会 靠自己的聪明智慧 除非到那个危机 达到你真的是 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才会拼命说 神他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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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n't have to be like that 不需要这样子 如果你愿意 继续的 我相信我们当中 都是有这样子的 一种核心 继续的 用心 在生活里面 依赖他 用心的去注意 我有聪明智慧 但是我还是偏向 优先依赖他 在一切 所做的上面 所做的里面 认定他 他说 我的回应 我会彰显出 我的信实 我会彰显出 我的同在 我会让你 越来越明白 我的聪明智慧 我会让你 一直感受到 我的办法 经历到 我的办法 好叫你的这条路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直的一条路 不一定是顺 对齐耶和华的路 不一定是顺 有的时候 你仰赖他 你走的路 是受到逼迫的 但是是直的 因为那个原文 我们说 那个中文怎么翻呢 是什么的路 我会带领你 最后一句 大声一点 我必 指引 指引你的路 你们读的时候 那个概念是什么 带你 OK 英文有的说 让你走的路 是直的一条 所以带领 很好 原文是 Yashar Yashar这个概念 是执政的 我会带领你 走一个执政的路 我会带你 走在一个 公义的路里面 这个执政跟公义 是他眼前 所设定的执政跟公义 OK 标准不是人的聪明智慧 标准是他的定位 我们每次 可以走在一个执政 从耶和华的眼光 看是执政公义的路 这个记录 是会一直记录在永恒里面的 你这个加分 是一直加在永恒里面的 OK 这是他的回应 专心依赖我 小心你自己的聪明智慧的主导 决定在一切事情 一切你所做的 你会经历到我的带领 你会经历到我发展一个执政 有公义的 一个生命的一个方向 一个生活里面的方向 因为这个 就是算数的一个生命 这个就是一个算数的一条路 Amen 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了 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 好不好 谢谢你们 陪伴我来 做自己的一种 公开型的灵修默想 我要再次说 这个是我个人很需要的 我也相信是你们很需要的 如果你听我自己 对我自己说的这些话 你觉得 哇 这个好像也需要 对我自己说的 现在邀请你们自己 就在祷告里面 再进一步做一个回应 回应我提出的这个经文 耶和华 他的话的一个 劝勉 孩子们 我的百姓 专心 专心 你的生命的自信 是 是定位在我这里 耶和华说 不要习惯性的 依靠你自己的 聪明智慧 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想要 在自由里面 做的决定 你自己在情绪 情感上里面 所要发展的 若你可以拥抱 这个生命的基要 原则 核心 那孩子们 我邀请你们 在一切 你所做的 生命的小细节 到一些重要的决定 到一些危机的状况里面 在一切你所做的 打开你的心 投资你的注意力 来认定我 来压大我 来欢迎我 来注意我 好像有一些人 特别现在 在面对一些 决定 或者是你 对你自己的 一些看法 很折磨你 很搅扰你 天父说 注意这到底是 我的智慧 还是你自己的 聪明智慧 在运作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你怎么看别人 这是在依靠你自己的聪明吗 如果是 要不要试试看 来仰赖我 来认定我 我有兴趣 我对你的生命 有负担 我对你的决定 我对你的决定 有热情 我对你身边的人 我有一个高度的看法 我对你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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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后悔的 你不会后悔的 你可能需要挣扎 因为你的聪明智慧 太强大了 但是你认定我 你不会后悔 你可能会被讥笑 你可能自己的聪明智慧 都会说 这个也太呆了吧 可能在你的环境里面 你会被贴一些某某的标志 但是耶和华天父说 仰赖我 当你仰赖我 你熟悉以后 你可以认定我 在认定我里面 你开始经历到我的带领 经历到我的声音 经历到我的同在 虽然有的时候 要在你的环境 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你不会后悔 因为你的生命 是扎根在一个 执政公义的一条路里面 从心里面 天父我们欢迎你的恩典 我们欢迎你的圣灵 来把这种恩典 恩典 恩典 超自然的力量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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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运行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现在心被感动的 可以更加成为生活的真实 恩典 阿们 阿们 还没有结束 不要离开 停留在他的同在里 你说 主啊 将这样子一个 启示 将这样一个与你近到 亲密的关系 强烈的来吸引我们 中心员 主 主 在我们的里头 帮助我们 凡事 接受主的 受洗的 你愿意 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主 你来 成为我生命的 这个OS软体系统 从今日起 我要雅达你 在我所有的事情上 认定你 主即便在过程中 可能会有挣扎 会有不容易 会有换系统的困难 会有换系统的Lag 主帮助我 帮助我们 进入到你系统 真真实实的活在 我们的里面 主啊 愿你来帮助我们 更新有这个新皮带 谢谢主 今天所启示的 谢谢主今天所释放的 谢谢主今天圣灵 在每一个人里面 所动工的 不论我们是明白 或尚未明白 主我们都要说 你所成就的 何其美好 何其广大 全能的主 爱我们的父 谢谢你 我们为今天 神里所做的一切的工作 这美好的山工 向你献上感谢 也求你封存 今天这宝贵的宝藏 是关乎天国的宝藏 是关乎我们与你 尽到个人的亲密 主啊 求你将这一切 一切 封存在我们的里面 封存在我们的灵魂里 印下一个印记 这个印记说的是 我属你 帮助我 要来更深的明白 今天所分享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主啊 封存这样子一个 天国的知识 在我们的灵魂里 好像我们不是脑袋里知道 却是全人在灵魂里明白 谢谢主 谢谢主 赞美你 我们将谦卑敬畏地 祷告在你面前 是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祝福大家